過了十分鐘,先打開看看 水差不多了,要醬汁的,現在要做的 都是一個辦法,這塊肉 穩定了,就要用筷子去試試試 哎,可以了,可以了,剛才說 剛才一分鐘才行,不可以了,不可以了,煮了一分鐘 回頭就完了,可以了,現在有醬汁了 如果再煮下去就沒有醬汁了,舊舊番茄,切大了就有番茄吃 鯊魚是怎樣賣的? 鯊魚要鯊還是鯊,鯊四十元斤 鯊魚是貴一點的?鯊魚是貴一點的 鯊魚頭是五十元,鯊頭是五十元 鯊魚頭是四十元 鯊魚是大鸞,鯊魚是鯊魚 鯊魚,鯊魚,鯊魚 鯊魚是四十元斤 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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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 大鱼 大鱼 就是 小鱼 就是大鱼 大家看 大鱼 大鱼 小鱼 大鱼 很簡單 35元 脆肉 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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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 所以自己回去收拾一收拾就完成 肥佬在哪裏? 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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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钟 10分钟 自己在这裏 最后这个地方 10分钟 妈妈去买蕃茄 18分钟 一只 蕃茄 最好的 做些很大的 大家可以到家里 我们要到家里 15分钟 很好 好吃 是呀 放三個 是八斤斤嗎 還可以的,這些是大番茄 十一斤 十一斤 我是月豫,大家好 剛剛又見到外加市買番茄 這些是八斤斤的 好大,我特地買過一些大一點的 這三個都要十一斤的 其實,早幾天出了一條牛仔骨煲仔片 有個番茄煮鰻魚 留言說每個人都想怎樣煮 其實我以為每個人都會煮 其實真的很容易 因為他的留言說,鰻魚和大魚怎樣分別 當然這些就是煮飯沒多久的朋友 難道阿姨你問我嗎 不要笑我們 因為很多朋友真的不知道 買鰻魚,剛才也看到了 這些大鱗的,一塊一塊鱗的 再摸一塊,它真的沒有了 我煮得很乾淨 一塊鱗都沒有了 這是鰻魚來的,大鱗 大魚就是細鱗的 鰻魚和大魚有什麼分別呢 鰻魚沒有那麼多骨 如果大魚就有很多骨 這塊叫做鰻魚心 鰻魚心要40元斤 如果沒有這塊肉 就是這樣 就叫做鰻魚腩 50元斤的 55元斤的 如果有咀劑就要50元斤 所以買這些魚都要清楚的 很簡單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番茄煮魚 你加10個番茄都不行 都不是很好吃的 要加些茄汁,加少許糖 加少許鮑魚汁之類的味料就可以了 很簡單 很簡單,最好就加幾粒蒜頭 就最好了 因為番茄就最瘦蒜頭 薑其實可以不下 我也是不下,可以不下,可以下,都是不下 爛了,因為快手 那怎樣處理的呢,很簡單 買了一塊鰻魚心回來 就先清洗一下 清理這塊鰻魚心 什麼都好,你在魚蛋買,你看到它有幾新鮮的 所以你只是回來洗就可以了 不用找鹽,因為它是新鮮的東西 它不是急凍的東西 你明白嗎?有時候這些東西,這些黑色的 它其實和你刮了,你盡量就刮得了 尤其有一點起度都不要緊 要不然你怎樣,整個世流流長,怎樣煮飯 那這些血的,可以盡量刮掉它 要知道你現在處理的東西是新鮮的 所以就不需要用鹽去刮它 除非它是臭的 但是你要知道,我現在去街市買 我就是想買新鮮的 少許這些位置,洗乾淨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這些魚坡,大佬 新鮮的東西就是這樣 停乾水,轉頭就可以做了 蒜頭就除掉了 沒有都可以的 我喜歡蕃茄,要加些蒜頭 蕃茄洗乾淨之後就切了 買一些大塊的,其實我常常煮的 我上次給人家的影片,我買一些太小塊 煮到沒有蕃茄吃了 而且一開四塊就最好 千萬不要開得這麼小塊 一開八,六塊就不斷煮了 這個蒜頭就撕掉了 很簡單,一會煮上來 就有一塊塊蕃茄吃 這個菜真的很簡單 這些所有材料,這些鮮魚 大超市都有得買的 蕃茄也有 所以放工很急的,這些就好了 我做過的豆角煮魚,苦瓜煮魚 我全部都有做過的 所以蕃茄就最好 蕃茄煮魚就是這麼簡單 蕃茄,一塊鰻魚,幾粒蒜頭 我們可以做好醬汁 又可以不做好都可以 我們做好醬汁 大約用300-400ml的水 夠水就可以加些 不過最主要就是有冰糖 放一粒下去,為什麼呢 冰糖才帶到蕃茄的味 所以放一粒冰糖,沒有冰糖就用砂糖 如果砂糖也要一個湯 湯羹 茄汁就放很多 我大約放四個湯匙的茄汁 好像只有茄汁和冰糖 不夠味的 基本上就不用加鹽,這些菜 放雞粉也可以 有什麼就放什麼 鮑魚汁,沒什麼所謂 放一個湯匙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因為茄汁帶到味 這個只是帶到味道 我就不放鹽 一個湯匙 預備好就可以了 好了,現在要煮蕃茄豬 鹹魚蒸肉餅簡單不得了 OK了,就是家庭菜 蕃茄主要煎一塊魚 放三個湯匙的油 因為魚就要煎 還有蕃茄也要煎 三湯匙 先把蒜頭炒一炒 其實蒜頭可以不放,不過我喜歡 放幾粒蒜頭炒一炒 蒜頭和蕃茄 煲湯就更加和味 這塊鰻魚 叫做鰻魚心 其實最好在這裡開一刀 開一刀,要來蒸一定要 我有一刀的梅菜蒸鰻魚 不過坦白說,我今天拍片 開了之後,它煎了出來 就斑了皮 所以我都不開了 什麼生粉都不用放 慢慢煎一煎 這樣煎一煎 連蒜頭也煎 用這個中火就可以了 讓它煎一煎 煎過的魚 蕃茄或者蒜頭 它的味道就會出 不好的味道就會走 這塊這麼新鮮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這樣就可以了 好,讓它煎一煎 再跟大家說 煎了一會兒,那邊也要煎 OK 它的皮都煎到有點爆 開一刀就爆到七彩了 讓它慢慢煎 現在把蕃茄也爆爆 一定要切大塊一點 因為你想有蕃茄吃 切細就變成了一個汁 蕃茄爆過的 就有茄紅素釋出 如果你就這樣煎下去 即是沒有煎過沒有爆過 茄紅素就少一點 開大火 現在有水分的關係 放大火也可以 沒問題 好,現在就要放頭煎的汁 大約 放多一點也不怕 放多一點 放多一點 400ml的水 四殼的茄汁 一粒冰糖 一個湯匙的鮑魚汁 好,蠔也好 這樣煮 我告訴大家 你不要以為這塊魚很容易熟 有時候會難熟過豬肉 你蒸也是 所以如果你蒸最好切一刀 這個程序也最好切一刀 你知道賣魚 蒸10分鐘 很厲害 其實有時候賣魚都未知道真正煮飯的魚 為什麼呢 又是,衰得多 喂,還未熟的 差一點 又要煮的 很煩惱的 你也知道嗎 所以這些都是經驗之談 熟一點油 所以現在就要大約 收回小火 小小的火 等它煮十分鐘 等它煮一煮 好,蓋上蓋 這邊的鹹魚蒸豬肉 我先拿出去吃 好,先拿鹹魚蒸豬肉 過了十分鐘 打去看看 水差不多了 現在要煮的 都是一個辦法 這塊肉呢 要用筷子拿去 試一試 可以了 剛才說 剛才一分鐘之後 可以了嗎 不要再煮一分鐘 回頭就死了 可以了 現在有醬汁 如果再煮的話 沒有醬汁 舊蕃茄切大了 就有蕃茄吃 好,拿過來 上去吧 哇,來了 這個很棒 首先 因為我沒有破開的關係 就整塊在這裡 要不然會掉了 很重 很熱 現在好像吃雞 雞仔也是35元 哎呀,不要弄爛了 我想拍片 算了 OK 現在可以了 少少汁 你看到嗎 400ml的水 都是這麼少汁 那就加些蕃茄 那不錯 11元的蕃茄 大大過這些蕃茄 就當作一個蔬菜吃 你要知道 如果要多些汁 早點拿 加多一點水 這個可以了 先翻一下 還有兩粒蒜頭 好香 蒜頭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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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蕃茄 魚 這個就好吃 你怎麼做都可以 因為有開胃 一粒冰糖是需要的 因為是甜味來的 你明白我說什麼 即是沒有甜味 帶動不了蕃茄味 OK 就這樣 這個 是不是好企理 這個有些汁 又可以拌飯 要多些汁 剛才加多一點水 一定要去熟 這個鰻魚芯 嘩 多美 這樣吧 是不是比較漂亮 這個就是鰻魚芯 記住 鰻魚芯便宜 鰻魚腩便宜 鰻魚腩便宜 煮衣味道 用鰻魚芯便宜 便宜便宜 便宜便宜便宜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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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簡單 放空回來 街市買到 超市買到 快、靚、正、簡單 最重要是新鮮 番茄一次大一點 好了 我們拿出去吃飯 希望大家喜歡 好了 好了 番茄煮魚出來了 很簡單 這個 酸酸甜甜 不過今時今日都貴了 35元 這個鰻魚芯 40元一斤 即是接近一斤 15兩左右 14、5兩 番茄我買了一斤幾 11元 100元一斤 很簡單 最重要是有些茄汁 沒有茄汁 你永遠都找不到這麽好的汁 好味道 我今晚就是 鹹魚蒸肉餅 我看看有沒有拍過 我都忘記了 然後就是炒了一斤菜心 嘩 好像欺騙我 吃了兩條 不要緊 先試一下 魚給大家看 先試一下魚給大家看 這塊 其實是最滑的 醬汁 很棒 最滑的這個位置 要試一下 好 先試蕃茄 先拿一塊魚蓉 一定要煮到這麽大塊 這樣才有蕃茄吃 太小塊 就只有醬汁 沒有蕃茄吃 現在就當作蔬菜吃 所以我告訴你 買大一點的蕃茄 一開四就好了 我先試蕃茄 好味道 因為有冰糖和蕃茄醬 好 希望大家有機會 嘗試蕃茄醬 真的沒得頂 是普通家庭飯菜 來的 我們開飯了 多謝了 多謝大家訂閱 愈煮愈好 這邊先看看 已經滾了 OK了 好 非常好 好了 再加一點黑椒鹽 好了 拿過來炸 現在就把剛才這個 煎好的牛仔骨 哇 現在拌下去了 哇 牛仔骨都OK的 今天買了